台東仔細把畫本上的角色上色 老師則在一旁指導 這是高雄桃園區新中國小的美術課 多與布農族跟拉阿魯蛙族組成的校園 校方積極透過各樣的方式 從小培養學生們的文化底蘊 不只連續四年拿上 全國原住民族語競賽學生組的冠軍 校方更發揮創意把每年競賽的故事 透過學生們童真的筆觸 化作成一本本的族語詭本 也讓他們在創作的過程中 加深對兩族的文化特色 一個學期看影片做 信條太多了 然後他還有貝殼要畫 布農族的角畫 菱形三角尋教 坦開每年製作的繪本 校方表示 之所以堅持每年製作 不僅是在幫學生們記錄探索文化 老師們也把繪本當作教材 用故事把族群精神傳承下去 把它轉換成繪本 那他其實可以當作一般老師 他也可以在課堂上 然後來做使用 把我們的一些傳說故事 布農族的傳說故事 跟喇亂的傳說故事 然後轉換成紙本 甚至是轉換成民族教育的教材 文化傳遞的做法有很多 而不管是哪種方式呈現 只要把精神帶進下一代的心中 就是好的傳承方式 有的希望老包子高雄桃園採訪報導